好,大家安安,我是羽恩 這一期呢,我們就來聊聊元神 算是這一個月啦 就是這中年之後 隔了一段蠻長的時間 再聊一下元神的一個近期的新角色與生態 這算是羽恩聊三星武器之後的第二集 就是大約來聊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下一集再來聊聊公子和胡桃 我原本想說把它錄成一集 但我發現錄成一集整個內容變太隆藏了 所以就想一想我還是放棄了 那我們就來翻出來聊這件事情就好 好,從2.0版本到現在2.2 實際上一共出了六位女性的新角色 而其中有四位是五星決策 兩位是四星決策 而概念上來講,該怎麼說 對於某一些,尤其像羽恩這種插批黨來講 就是兼具強酷與插批黨來講 這樣子的出法實際上挺不當的荷包的 尤其是你連續出某一些剛好的全周拖動 你對於強度上的認知或者是對於性器上的認知 如果你剛好都拖動 那麼你就會非常的難受你的荷包會瘦下來 但你的心裡會非常的難受 這就是一個現在的一個狀況 而以之下一個版本出的都是男角 就是荒龍一斗和虎啦 就這兩隻角色 那未來官方會不會持續去做男女兩邊的角色平衡 我只能這樣說 看男性角色刻的夠不夠力 畢竟這一套遊戲本身還是一個手遊遊戲 所以如果官方發現說 你刻的量出女角比較划算 那他很明確就是出女角 而我們來聊一下這幾隻角色有什麼共同一點 實際上隨著一周年的來到 原神這一款遊戲 他在設計角色上 他已經開始比較清楚的知道要怎樣切割 就是角色的一個命作也好 或者是角色的平均強度也好 他比較能夠抓到點 雖然有時候有些角色還是做的比較弱 尤其像上個版本的星骸 就是他在奶的方面沒有問題 但他的大刀增傷老實講並不算高 就以整體一致性來說 他算是一個 對於新手玩家或對於老手玩家來講 他不會是一個值得起身的角色 而目前來講 就以2.0開始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從神秘尼華開始來說 神秘尼華算是這遊戲比較老的角色 就以... 從一章開始 封測服 就已經出了這隻角色 到後來 等了將近一年 好成最長的連續劇 等身體等了一年後 他終於出來了 而這隻角色他算是這6隻角色當中 機制最簡單的一隻 因為他的大招就是最直接的傷害來源 你只要能夠幫他存滿大招 他的這個大招扔了 你如果怪是凍結的情況下 他還是可以打出不俗的傷害 所以對於神秘尼華來講 他只要能夠達成他的充能 只要他的充能可以達到一個就是 和他的大招司機相近的狀況 他就是一個可以打出不俗傷害戰的角色 尤其是 這隻角色他本身是帶兵套 就是神秘他的兵套 大家也多多少少講 兵套的司機套效果是 對兵屬性 就是對頭上掛兵屬的角色 暴力提高20 如果那隻角色凍結 暴力再提高20 所以對於神秘尼華來講 他要打出比較高額的傷害 他在聖遺物的要求上 就是聖遺物的整個需求上會比較低 他不需要那麼認真的去稱呼暴力 所以他的傷害 是可以十大十大出來的 只是就是確定就是他的充能 而消攻 應該也有 不少人已經看過很多 網友撤出來的 就是當時很多人講消攻是一隻傑義性 但實際上 我覺得官方應該是蠻明確的在做這個行為 就是他不希望 角色只是單一的一隻傻傻在線上處處 從早期我們看到的迪路克到後來我們看到的胡桃 甚至可以這樣講好了 火系的這四隻主西很明顯的確立官方對於 蘇星星角色的一個拿捏的定位 從迪路克這種在連線模式上可以無腦卡 就是他可以無腦的去做好自己的大招 然後平A、B技等的一個動作圈 到可力他本身需要一定量的 身體力或耐力值的消耗 讓他可以瞬間性打出一個不俗的傷害 然後後來的胡桃 同時要扣血 然後又要 又兼具一個不俗的傷害 但缺點就是他是 除了扣血外他還有CD的一個時間限制 正知道現在的消攻 在單體傷害上應該是沒有一隻火屬性的角色 可以跟他做一個比較近的拉扯 就是如果你不打反應 前提條件 如果你不打反應 因為 目前 以打反應來講 消攻的 上處速度實際上算非常快 尤其是 他核心丘爾搭配不算完善的情況下 就不算很搭的情況下 他就會有一點尷尬 就有些網友 或者是一些測試出來的資料 都顯示他在反應上來講 有些尷尬 然後 又糟糕在他的大招沒辦法自己出發 就 講明白一點 從各方面顯示 他的設計 要嘛就是要你把他在輸出完之後 開大 換其他角色的動作 不然就是 官方希望未來在多人活動上 就是我們看到 多人連擊的遊戲上 有一個比較好的發揮 因為 在多人連線上 只要消攻的大招是很好出發的 相信大家應該多少少都影響 就是你 多人連擊 消攻仍然大 你們 大家只要打那個 被消攻標記的那個對象 實際上就可以造成不俗的傷害 這就是一個實際上的狀況 而早右 應該也有不少人有測 早右這隻角色可以選擇 單程堆生命或全部堆精通 如果他全部堆精通 他會有一個不錯的回血能力 以及他的大招打出來反應傷害也相對的高 但他有缺點 這隻角色他的充能實際上 並不算很優秀 就是如果你沒有其他風土星角色 為他來拉能量的話 早右大招實際上並不好 弄出來 他更多的是在他的趕路上 就是他的那個 暗衣技能會滾 滾動跑起來的技能 他在趕路上反而非常優秀 但如果你要把他編入 我們看到像深淵模式下來說 他就是深淨螺旋來說 不太好大 以這隻角色來講 他可能還不如沙坦 但如果未來官方對於奶媽 就是要求像我們看到的深淵螺旋 他對於奶媽的需求有提升 那麼早右可能會反超我們看到的沙坦 甚至把萬葉這一類型的角色壓下來 如果隊伍對奶媽的需求越來越高的話 早右他的定位會是這樣 而雷電將軍大家應該也知道 當年大家希望雷電將軍可以輔助雷屬 算充滿榮耀 然而實際上的狀況是 雷電將軍一個人單倍 這個應該很多人也知道 雷電將軍在開大的時候 就算不打反應也 比不少角色打反應的傷害還高 但他本身來講 雷電將軍本身也有問題 第一個是他的一技能 他一技能的傷害實際上並不算高 只能說是個天頭 就是 單下爆下去的傷害不高 然後後續追加上去的傷害的限制又比較高 他的限制和 我們看到的阿貝多是一樣的 阿貝多是要造成傷害之後 就是命中敵人且造成傷害 他的陽花才會爆炸 而雷電將軍他的狀況是一樣 所以雷電將軍本身的破盾能力 並不算好 所以他 你把他定位成充電寶也對 就是充全隊的大招也對 但你如果把他當作輸出或者是破盾 就會比較尷尬 這是雷電將軍那個確定 而且雷電將軍如果你追求極致的傷害 你又必聯合他同一次的九條殺羅 但九條殺羅就 大家熟了也知道 這隻角色 該怎麼說 他比較像是為將軍服務的角色 或者是為整個雷屬的傷害服務的角色 但設計上來說又不怎麼完美 官方現在設計的一些角色 他總是會刻意有意無意的去 去把某些 例如說傷害也好 例如說我們看到的機制也好 去弄得比較糟糕 就是不完美 他可以完善但他選擇不完善 就像九條殺羅 他雖然可以提高隊友的傷害 但他提高的傷害係數是不如 班尼特那樣簡單明瞭 因為班尼特是 只要你開打在那個圓圈內 你就可以有高額傷害 其實還會幫你把血量拉到7層 這就是一個 你只要有兩命以上的班尼特 普遍都可以有的效果 我一樣是兩命還一命 你只要有那個命錯就可以 就是 無論血量70%以上與否 他都會給你提高傷害 但九條這隻角色他的問題就是 他的一技能的那一個印記 爆開時你的角色必須在線上 而且他只加那隻角色 所以 限制就高了 而且 他的整體的設計失誤來講 他的大招又是屬於爆發性的一個 範圍全體AOE 這就顯得他實際上並不如班尼特 因為班尼特他除了增傷之外 他還可以兼具奶媽 但九條沙羅他就只有提傷 而且他 滿命之後 他只能大幅提高雷傷這件事情 又 讓你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 你提高雷傷 但你不會回血 然後你也沒有例如說 像中級的上昆棍 或者是 我們看到的 提供一個反應產品 他都沒有這個效果 所以就變得九條沙羅 很明顯他可以拉拔雷鼠 但 對於雷鼠來講 除了雷電將軍 被他提上去之後 那一刀下去的威力 震天和地之外 也沒幾隻角色可以被九條沙羅拉起來 甚至 這樣說好 你與其讓九條沙羅去拉起他雷鼠的傷害 還不如把九條沙羅的 大招練滿 打出來的傷害可能更高 而 山火光星海 應該也有不少人也蠻熟悉的 就是 相信大家如果有看過2.1的攻略值 你就知道雷電將軍的攻略出了多少 但是星海的攻略 基本上 你無論上B站也好 或上Youtuber也好 至少 至少 星海可能連雷電將軍的攻略的一半都還不到 因為星海這隻角色 官方實際上並沒有做得非常完善 就無論是他本身的回血機器 或者是他打傷害的機器 實際上並不算優秀 然後他的水母本身的延續時間的計算方式 本身就對於 守殘檔 或者是對於不太愛計時間的玩家來說 不方便 因為他的水母的持續時間 並不算是 就是 並不是那種你CD跑完就可以放下一次 他是有一個真空型 所以你的大招如果抓的時間不足 實際上他的水母是沒辦法常駐在場上 就是有點可惜 雖然 有人會講說 他上水能力也沒輸給星秋啊 就是 如果以那個範圍來講 但 大家要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他的 該怎麼說 星秋本身可以選擇2.1 就是 你如果再記一鍵你可以一兩下之後馬上開大 然後 你就可以 約莫20秒左右的 魚連鍵時間 但對於上虎公星海來說 他的水母只要沒有在場上 你按大就是 虧一個 水母的 範圍 就是殺碎的範圍 所以就顯得有點尷尬 可是 如果官方是選擇 就是例如說 他開大就讓低技能存置 就是元素戰技的水母存置 那麼對於某些玩家的超速來講 會相對的方便 而且 他的極限值會變高 因為你可以選擇按水母之後開大重置水母 就有點像是 技以殘章的效果 但官方不是 他是 延續水母的 就是重置水母的持續時間 這個我覺得就設計起來 算是給了一個新機器 但 問題是在於說 星海的大招提高的傷害量 是一樣 沒有想像中的高 就是這樣他把生命於 傷害綁定 但 打出來的實際效果 沒有打期望值 就會顯得有些可惜 所以我覺得就是 官方現在很明顯 有意無意的 他對每隻角色都去做一個 算是限制器 好 而 魚人對於未來的角色看 實際上 隨著這麼多版本 就原來從去年 開服 算是世界開服吧 9月28 去年9月28 開到現在 我玩的時間算非常的長 基本上超過一年 雖然中途 偶爾會有幾天的藍 沒有上限 但實際上 官方 以最早的角色設計來說 他們 開始知道有些角色的設計 思路 該是怎樣的 他應該不會再出現像 目前來講 甘雨那樣子 數據略為超模的角色 未來 我相信短期內不會再出現 所以 以目前來講 我的個人認知是 未來官方應該會開始逐漸彌補 各屬性角色的角色 畢竟 以目前來說 我的印象 岩鼠 就算再加上 接下來的兩位新角 他的總人數好像 一二三 就是 中禮 阿貝多 然後 然後 你幾個角色叫做 雷庫 就是 諾艾爾 然後 明光 這幾隻 加起來 然後 再加上 新的這兩隻角色 也就 六個人 印象中 應該沒有少點到誰吧 希望沒有少點 但其他角色 其他角色的詞 都是比較多的 除了 水屬 就是目前的水屬和岩鼠 算相對少 而超屬 目前機制還沒出來 所以超屬我先撇開不談 目前主要來講 就是岩鼠和水屬都是比較少 所以 我猜官方 應該未來岩鼠會出傷害角吧 無論 他的傷害方式是怎樣的 例如說 可能是 跟中禮 或者是跟靈光一樣 偏向大招一下 非常痛 又或者是開大招 延續一個特殊的傷害時間 這我不確定 但這是官方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是 至少讓每個屬性都有一個 可以打傷害的角色 就是我的個人認知 然後最好每個屬性有屬於自己的 輔助 就是我講的 同一個屬性 應該不會出現相似定位 或者是相似極致的角色 這應該會是 官方未來應該會努力的狀況 所以 如果你目前沒有火屬性角色 然後你說 未來胡桃出了之後 會不會再出一次火屬性的輸出 我覺得官方應該在短期內不會做 因為 火屬性的輸出角色目前已經有四隻了 他如果再出四隻火屬性角色 就是再出一隻火屬性角色 我覺得是太多了 因為像水屬目前只有攻擊一個 就達達利亞 一個人 明明想講是屬於傷害型的輸出角色 就以單一弱屬性較愛人 我希望他的機制 複雜一些 或者是再多一些 更多人 這個是 對於遊戲生態來講 我的認知 畢竟 以先前魚人聽到的狀況 原神他的目標是十年 然後 目前他們官方宣告出來 一年好像打算出十七位角色 而以魚人現在算出來的狀況 好像包含旅行者 和埃洛伊 目前原神一共有四十二位角色 然後 等下我當時有算鏡頭嗎 有點忘了 但我聽一下我荒龍一斗 和武郎沒有連 所以 目前一共有四十來位新角色 而假設 未來還有將近九個年頭要走 那麼 至少還會再多出一百五十位左右角色 差不多就是現在英雄聯盟的 英雄總數 就是 未來的九年他要加入 一個英雄聯盟的 角色數 但當然啦 兩個創作的難度 可能不會是同一個 起步線 但大家可以知道 一百五十位英雄到底有多少人 有一百五十位角色 但是 老實講 以目前原神才剛走第一年來說 你要再出一隻很破格的角色 我學的是沒必要 就是你要再出一隻跟星海一樣的角色 我認為限制性會很高 而限制性這件事情 我等一下會聊到 而 以漁人目前的猜測 未來官方應該會注重 多人遊戲 因為 目前這樣大多數的多人遊戲 大家也可以知道 包含像他的那個 像你們如果有排過 呃 那個叫生意圖 你們就知道有時 你會排到一些真的很 可能剛45等型的時候 就是有時你會排到的 就是如果你很無力要 偶爾去排多人連劍 去打生意圖 後來你就會發現到 偶爾會出現這種狀況 就是 呃 實際上 官方在多人遊戲上的設計 還不完善 所以我相信 未來多人連劍的活動應該會變多 然後 官方可能會讓 像我們看到的強度檔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 比較偏愛追求 時間進出的玩家 讓他們緩慢拖離 深境螺旋 就是 深境螺旋會是一個 測試角色強度的地方 但他不會是 呃 所有角色的評鑑都從那邊出來 因為 有些角色他應該在多人模式下 有更好的福利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 他在 呃 特定環境下會有更好的狀態 畢竟 呃 身為手遊 或身為網路遊戲 呃 與其他玩家社交是一個 異然的現象 所以 我的猜測 未來連線 就是連線或多人 遊戲型的角色應該會變多 就是 呃 在場的遊戲玩家越多 他的強度會越強 就是 以輔助上來講做調整 這是我 個人認為的現象 然後接下來 未來會不會有破格角色 個人的認知是 原成才剛第一 你要再出比 以及我們看到黎月3C也好 或者是 呃 優拉也好 或者是 我們看到 森林華也好 就是 呃 黎月的那三個 以及蒙德的 物理艷吉 還有 呃 倒極家 甚至雷神 這樣類型的角色 未來會不會再出 個人認為是 火屬性應該是未來沒機會 就是 未來應該是完全沒有機會 但其他屬性會不會出 類似的角色 我不敢斷 但 呃 你說 未來會不會 就是 例如說好了 火屬性會不會出一個超越胡桃 或者是水屬性出一個超越公子 我的個人認知是 呃 會 但他的時間點應該會隔得蠻久 就是 不會是 今年或明年這麼籠統的說法 可能會是一個 呃 如果要超越 那他必然要付出代價 例如說 胡桃 打出高傷害的狀況是 他的CD時間 以及他會扣除當下血 甚至是我們看到的 啊 真理冰華的 和 我們看到的尤拉 絕大多數的傷害 來自於大招 這會是一個 我猜官方在做一些傷害 比較破格的角色 會 一定會先優先考慮到的一個狀態 尤其是我們到現在看到 像雷劍將軍在內的角色 只要他有比較特定區域的傷害戰魔 他一定會做出限制 而 如果他沒有做出這種 以角色的 本身基礎模板上的限制 他勢必會做出 如果 目前大約處理出來的這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 他限制場上的人數 如果你遊玩的玩家 越多 他可能越強的這種 比較特別的角色 甚至是 目前有些內鬼爆料 武郎需要四個研究數 這個是內鬼爆料的 但我也沒辦法驗證他的實際資料 但就是他們是這樣子講 這個我覺得會是未來官方的視頻會出來 就是 在單人遊戲 或者是在團隊遊戲上 他可能會限制 例如說 隊伍的特定屬性 例如說 他必須要練過兩歲 必須要飾演 必須要可能 在場只有他一個 岩屬 或在場只有他 他以外的屬性必須一直 就是他可能會有一些很奇怪的先鎖 才會讓傷害變高 就是算是 變相的給予於一個 枷鎖扣住這隻腳車 他不會強過頭 什麼意思 如果他是一隻火土鏡非常強的角色 就是如果官方不小心放得出來 例如說像現在的甘雨 他放得出來 官方只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和很多遊戲的做法一樣 我就不復刻 但一隻腳的完全不復刻是不可能 那他接下來就是做第二個狀況 就是出康特型的角色 但出康特型的角色會有很多問題 就是 特製型的角色會出現一個狀況 例如說 目前的火屬性的傷害角色 而如果假設大多數人都是抽火屬性的角色當傷害者 那麼 接下來的怪 就是我們看到包含像攻擊的怪 包含像敵人 他就不能出有火屬性減免傷害的怪物 基本上就不能出 因為他這樣出下去會 掠奪部分玩家 遊玩時的爽快感 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在這一次 在這一次 我們在2.1開放的青奈島 以及山虎宮 還有我們看到2.2的 那一個地方比較難 就是 荷冠 這三個區域當中的怪 他們普遍沒有比較高的火屬性抗性 尤其是2.1時出來的浮游 就是浮在天空上的浮游 那個東西目前還沒有火屬性的版本 如果他有火屬性的版本 對於某些玩家來講會打得十分痛苦 因為魚人練的屬性剛好多數 我練的是相當少 所以在打那些浮游的時候 我就覺得打到史萊姆一樣難受 因為 就是會有某個屬性我打他確實免疫 這就是一個官方他 亦需要做出取捨的一個 算現象 如果他要平衡 那他就只能朝這兩個作手 不然的話就是朝角色的限制上作手 限制上作手就剛剛講到 第一個就是團隊聯合作型 這應該是未來會出的 但我相信這種團隊合作型的角色 可能會是以獎勵性之處 就是他不是限制 而是如果你去連線他的強度會更強 這個是未來一定 官方如果要推團隊合作 就是多人連線 他這種角色一定會出來 而單機型 就是單人遊戲型的角色 他在單人遊玩的強度偏高 但他可能第一個 他可能會有限定特定屬性 或者是特殊的限制 例如說可能你的隊伍裡頭 不能有特定屬性 或者是異區是什麼屬性 就是這種類型的角色會變多 甚至他會反向操作 例如說剛剛講到 團隊合作型的角色 可能是在場的玩家有多少 他的強度提高有多少 但這種單人型的角色 可能變成反過來 在場的玩家越多 他的強度越低 就是 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反過來的概念操作 但 剛剛講到 單人遊戲型的角色 如果他是在場的玩家 越多 他的強度越低 這種類型的角色 理論上在這四年內應該不會出 因為 以原神目前的狀況是 新的玩家還有的情況 他沒有必要去做 這種 有點殺雞取亂的 就是老實說他有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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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怎麼說 裁一台一啊 就是 你去打擊某一個屬性的角色 或某一隻角色 然後去捧另外一隻角色來 和他打對台 這個應該是 大部分手遊不太樂意做的事情 尤其是 原神才一年 就實際上講 原神才一年 所以他很多東西是 呃 有一些玩家會很希望出現 但 理論上來講 遊戲股是不能做的 例如說很多人很喜歡討論就是 未來會不會出現大公子 概念上來講是 短期內不會出 但會不會出現一個 和蕭公一樣 對單體傷害非常 就是造成 可以造成 高額的單體傷害的 水屬性 矯正 這件事情 不好說 因為公子的對取能力很強 那會不會未來出一隻對單人 我覺得是有機會 而 接下來就限制隊伍的主 這很典型 也是不是屬於單人類型的角色 就是 對於隊伍的走人出去做現實 我們都知道 原神目前就是 最多四個 四隻角色 那未來會不會出現 這隻角色他強迫性 只能再額外帶兩個人 就是 強制把你的隊伍 變成類似崩壞小隊一樣 只有三個人 這我覺得是 有可能的 但他可能會 這樣講 假設 原神官方 不期待多屬性配對 就是 不會強迫說 玩家一定要 四個屬性都有 或者是三個屬性都有 的情況下 我覺得三人 三人隊伍 應該未來會出現 就是他強制 玩家 如 就是 例如說好了 我舉個例子 他可能天賦的效果是 當你們隊伍當中 只有三個人 這隻角色 鮑魚提高20% 之類的 我隨口說說 我不知道他官方要怎麼做 但 這是可以做 所以 嗯 以概念上來講 我會這樣提出的原因 來自於戴因斯萊布 不知道大家對他有沒有影響 戴因斯萊布這隻角色 他是 一個 該怎麼說 強迫 就是他 喜歡其他的七層之人 他在某些方面 他是不喜歡 那麼他會不會變相就是說 當 呃 隊伍裡頭 沒有旅行者 或特定角色的時 他的 呃 他的強度會下降 這是一個 我覺得可以拼問號的地方 然後 在團隊合作時來講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就是千言系列武器 千言大街 和千言大街 只要他就是屬於團作 團隊合作時 或者是 有團隊限制型的武器 呃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我覺得 官方既然已經有做出武器了 那麼 未來一定會有 類似的角色出現 只是 時候未到 時候未到 然後接下來 新手到底適不適合抽2.0卡 這算是 後話 就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的入坑時間 是一點 多版本 就是2.0版本之前 你就已經入坑的玩家 我的認知就是愛抽就抽吧 畢竟 胡桃這隻角色 未來會不會再出一個更強的連屬性傷害角色 我覺得是很難的 我個人認為是很難的 所以 替代型的角色應該是不會太快到來的 因為火屬性目前一隻就有4隻啊 都是出出型 就是 或者是迪伍克也好 可莉也好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 胡桃小狗 基本上就已經4隻了 所以 你如果假設你這一次胡桃不抽 不抽 那麼你就只能希望未來歪出迪伍克 假設官方不復刻 可莉和小狗 就以普遍半年才復刻來講 你要再等其他火屬性角色復刻 或者再出新的火屬性輸出角 我個人認為是挺難的 個人認為 而水浮精目前只有達達利亞 所以我不敢斷言未來會不會出一個 在單體上超越達達利亞的角色 這個我不能斷言 因為 畢竟官方曾經有做過消攻這個例子 那代表未來有機會再出一個 水浮精的消攻 就是單體非常強 但傳達很不優秀的角色 這我覺得是 一定會出現的現象 但 何時會出 目前看起來 下個版本不會 那至少你假設下個版本不打算抽 你屯下石頭 理論上來講 在2.4出來 就算再出一隻水浮性格輸出角 你也不太需要擔心吧 概念上來講不需要太擔心 就如果你打算抽工資 我覺得不用蠻心 因為官方目前很明顯 就是他不打算重複屬性 所以我是覺得你如果是2.0版本之前入坑的 這兩隻角色都可以抽 因為他的素材不算難拿 甚至很多人已經點了 你去其他人之間挖素材 比較好玩 不過如果你是2.0版本之後的關係 個人認為啦 第一件事情看你手上有沒有相似的角色 例如說你已經抽到迪伍克或蕭公了 我就不建議你入抽葡萄 因為 葡萄這隻角色 該怎麼說 手遊這個遊戲呢 越早出的角色 他隨著時間點他勢必會被淘汰 這個是一個問題 而你手上已經有迪伍克和蕭公 概念上來講 其實不缺火屬啦 你畢竟是2.0版本才進來 你能夠抽到的 五星角色是有限的 因為你和別人的累積時間是不一樣的 除非你是一個眾科大佬 但你眾科大佬 我相信應該也不會看這一集啊 所以 你問我說 你是2.0版本後進來的玩家 你要不要抽葡萄 客人認為是你有迪伍克或蕭公就別抽了 不建議抽 因為 畢竟他都是火屬型角色 雖然他的定位有些雨差 但 你已經有火屬了 我就不建議你再抽火屬 就是以輸出角來想 而公子目前是唯一的水輸出 所以 假設你已經有迪伍克或蕭公了 那就先抽公子吧 至少 我覺得是不虧的 至少我覺得不虧的 而 如果你是2.2版本入坑的 就是這個版本 上個禮拜或上上禮拜才剛入坑的玩家 那麼我會建議 你這兩隻角色可以抽 但這兩隻角色抽到 他沒辦法給你當下有感的強度提升 因為這兩隻角色他的技能 就是他的天賦以及我們看到的聖遺物都很吃 就是你如果天賦等級不高 你的聖遺物不是很好 那你的傷害就打不出來 就比較容易打不出來 這個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他沒辦法像 例如說你抽到溫滴 就是以前1.0版本的溫滴 甚至是 先前海盜版本 你抽到萬葉 那個傷害幅度大幅提升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以你 這個版本來講 你是一個新手玩家 你無論是抽到達莉亞公子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朋友 當下都很難會有一個比較強的提升 甚至你抽到公子 你會發現打不出傷害 你抽到胡桃 你會發現 我自己的扣血量 你打怪扣得死 那種說 你打怪扣的量 還不如你自己按一技能扣出來 就是你還不如可以按一技能 就會出現這種很低能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而如果你已經從2.0的角色到該本本你都抽了 我是覺得你要養起2.2這兩隻五星角是有難度 除非你是一個有認真在課題 然後也不差錢 那就當我沒錯 畢竟 登卡池 可能比賺錢更麻煩 好啦 那我們這期間內容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我分明已經砍過了 結果聊下去也是聊滿久了 聊將近三十分鐘 聊著將近三十分鐘 好啦 那麼如果你想加元好友的 就麻煩就改一下你的名片底下 記得說 讓育人知道你是看YouTuber 或者是在巴哈板上就自己育人握感 而育人的ID就是這個 這個我等一下要在影片下方做一個 大家可以拷貝 然後記得去鐵 我是泰國奧福玩家 我在雅兵目前還沒有打算開新賬號 以前沒有 因為玩一個賬號對我來講 你覺得是極限的 你要我再玩一個賬號對我來講 雖然大家可能會看到我有 在三星武器的那一篇上 就是右上角應該剛剛有挑出來的 就是三星武器的那一篇上 我應該有開過另外一隻角色 但那隻角色是我的分帳 我平時並不是在那隻角色上 我不會花太多時間 所以如果你想要加我好友 麻煩就加這一個 這個是我的分帳 然後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想法就 要嘛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是 理論上來講 你在YouTube下方留言 或在FB上的視訊 我會比較快 因為我原生玩的時間 也不算很規律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 就麻煩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如果有問題想法 就留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回應你們 好啦 那我們這一期內容 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集 再來聊一下 公子和胡桃這兩個卡池吧 就讓公子好像卡池快要結束了 還剩差不多一個多一百吧 看看我能不能在公子卡池結束前 把胡桃和公子的一個比較簡略的介紹弄完 好啦 那我們就這樣 那麼我是魚人 我們下一期再見 到這邊 我們下機 我們下機